你好,和文,Yo,GMN 大家早安不晚,晚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神汪第一线 多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旁边七部,正向部,沙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节目和节目传播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事跟大家讲一下 本来想讲很久的话题 就是中俄天然气管道 北溪管道爆炸之后 俄罗斯就没有了欧洲的能源市场 俄罗斯当然找到中国 找到中国,想把天然气卖给中国 接着 提出了一件事 西伯利亚力量2号 天然气管道项目 本来规划是这样的 2600公里的管道 运输能力 每年可以做到500亿立方米 大概可以供应到6亿人 一年用天然气的需求 一起好了 当然 对中国的能源安全 全球能源市场 整体的架局都会大改变 根据俄罗斯媒体 观点报的消息 俄罗斯已经完成了 管道设计和 勘策工作 其实是可以开工的 看起来 这件事 中俄有好合作 很棒 但是 现在中国那边是没有消息出来的 为什么会没有消息 现在有很多 综合了 其实很多都是传闻 我综合了几个媒体的报导 才说这件事 原来俄罗斯 要改 管道线路 怎么改管道线路 本来就不会经蒙古 现在就要经蒙古 烏兰巴塘 当然中国没办法同意 因为蒙古做了很多次 即是和 美国、日本交易 这条能源大动物 你怎么可以放在蒙古里 为什么可以经蒙古呢 其实 原定计划就是这样 中方建议天然气管道 直接在俄罗斯进入东北 路线是曲折一点 但是安全性有保障 而且 中国是愿意承担建设费用 但是 俄罗斯坚持一件事 要线路短 和低投资 那就一定要经蒙古 其实蒙古一直都很麻烦 蒙古这个地方 中国一直有给他钱 有换了他 但是 另一边 就 跟 美国和日本又有计划 是想加入北弱 这个蒙古 之前是有消息这样传出来的 还有 之前 蒙古说要加煤炭的价钱 那 中国当然没有办法同意 无端端加价 然后蒙古 就是 公货合约 自己撕毁 这个公货合约 还有就是 搞到国内 有些地方 煤炭是短缺的 利益也受损 还有就是 稀土 稀土 现在当然是 一个争端来的 那 蒙古呢 就送些稀土去美国 对吧 蒙古其实是不是 信得过 这是打个问号 如果中国的生命线 能源生命线 经过蒙古的话 那 分分钟会出事 是不是 其实 西方国家对中国 肯定是有忌惮 这是真的 尖端科技 是打压的 这是明显的 你看看华为 还有 之前 C919 这个中国双飞C919 美国曾经威胁过 说不会再供应这个引擎 其实 有很多东西 你说有没有关联 那我认为 也是有关联的 那 那 有些东西是很麻烦的 当然 俄罗斯 现在很明显 一意孤行 很明显一意孤行 中国只能够找其他合作伙伴 除了俄罗斯之外 其实中国还跟澳洲 土库曼斯坦 哈萨特斯坦 那些 是买天然气的 如果要开新的工气渠道 对中国来说 不是十分困难 而且 之前 就算 中俄本身已经有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的工气量 从来都是不够的 是低于合同的要求 很麻烦 那 赞先生就是蒙古都没有出海口 他也想走天津出海 现在去乌兰巴托看看 他们首都上 最大的数象是什么 最大的数象就是 承吉思汗 承吉思汗 大家知道是什么 他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他有一部分去了欧洲 承吉思汗 当然 他没有佔整个中国 但是 他就佔了 赞先生所说的天津出海口 已经是 在他那个时代 那时候还未叫天津 就是另一个名字 现在当然很麻烦 现在 国内 有些东西 都是 窄窄地 现在是 那 俄罗斯 他当然 就是坚持 这条管道要经蒙古 那 深层的原因 那些专家就说 是要牵制中国的 和可以在天然气 在价钱谈判的时候 争取更多主动权 俄罗斯很霸道 那时候 哈萨克斯坦要出口 石油 天然气 他们 他们是 迫 这个哈萨克斯坦 即是普京也是想迫 哈萨克斯坦 要把定价权 给俄罗斯 不过之前的 总统 是不理他 是不理他 那 现在 这个 托卡耶夫 现在新的 哈萨克总统 托卡耶夫 又是不理他 是完全 不理俄罗斯 虽然之前 借了俄罗斯的兵 去平乱 但是呢 他是不理他 這個 普京的要求 這個哈萨克斯坦 那 那 會不會說這個托卡耶夫 是白嫖俄罗斯 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的 哈哈哈 這個托卡耶夫 是很厲害的 之前那個 納澤爾 巴耶夫 之前那個 那個 叫做 納澤爾巴耶夫 這個 哈萨克 通訊社譯的名字 就叫做 奴爾蘇丹 納澤爾巴耶夫 那 他 又是對普京說不 的 但是 現在 俄羅斯 他 當然要 想一些 讓自己有更大的話語權 現在 就是全世界的局勢來講 其實 中國當然是有利一點的 俄羅斯 現在 其實 美國已經幫他放了血 在這個 烏克蘭 那裡 雖然 烏克蘭呢 就很難贏這個俄羅斯 但是呢 俄羅斯也放了血 是不是 還有 這個 這個戰爭來講 其實 俄羅斯就陷了在這裏 陷了在這裏 還有 就是 歐洲幫俄羅斯買 天然氣的國家 已經不幫俄羅斯買了 有些國家 是 那麼 這個世界就是 就是 除了買的一方有 定價權 或者買的一方 就是他想自己有定價權 兩個都想有定價權 其實 但是最後你的交易 就是 你要看看 其實你究竟是一個買方市場 還是一個買方市場 是中國才可以消耗這麼多天然氣 對不對 就是 你看到俄羅斯沒有什麼誠意 那麼 CM James Ho就說 蒙古人不自量力 以前很厲害 因為沒有坦克之前 蒙古輕騎兵很有威脅和侵略性 但是當有機械化六空軍 蒙古人一點軍事優勢都沒有 搶也不輪到你搶 所以 曾經 王毅外長都說 世界要共贏 還是雙輸 搞對抗 就不如合作 其實 買的當然想賣貴一點 買的當然想賣便宜一點 但是 現在 這個天然氣 其實 有很多國家 都 有供應的 剛才也說過 不是只有俄羅斯供應 還有俄羅斯一直 在供應這個 天然氣 這件事上面 量供應給中國 都是不足夠的 他們一直都是以歐洲市場為先 好了 現在 其實 最大的客戶沒有了 才來找中國 說真的 他們 是不是有誠意 我也是打個問號 其實就是 好了 算了 我講到這裏 就是 這個 崔騰京 都不明白西方怕中國做什麼 怕復仇 這個八國聯軍 我覺得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有些事情我都明白 大家的體制是不同的 大家的政治制度又不一樣 他們有些事情怕 我覺得也很正常 西方有些事情怕也很正常 對不對 好了 小南就說不是獨視再想 這是可以等一等的 我認為是 說到這裏就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